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不久前曝光的导致国旗消息后,采访和图片显示, 大法官阿里托在新宅西州一处度假屋 还曾出现另一面带有挑衅意味的旗帜, 这是一面向天堂请愿旗帜, 在2021年国会暴乱事件中曾被暴徒使用, 另一面的旗帜的历史可以追障去到独立战争时期, 现在是支持特朗普的象征。 资料显示,2023年7月和9月, 阿里托位于长滩岛的家中懸掛着一面的旗帜, 8月下旬的Google街景图像也能看到另一面的旗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警局局长若汉托马斯已被暂时调职, 此前,外校一处支持巴勒斯坦的营地遭到了长达数小时的暴力襲击, 而在这段期间,安全人员并未对此类进行干预。 暴力事件发生于4月30日, 有人被军嘔打,有人投集物品,有人向空中噴灑化学物质。 托马斯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表示他当时很快就被洛杉矶警局打电话, 但警方到场后并没有立即介入。 政治顾问史蒂夫·克拉麦应曾经自己是个模仿总统拜登声音的自动语音电话的幕后主使, 他在新行报信州起诉后,面临着5项指控, 在今年1月新行报信州的总统初选前, 他向数千名选民发出利用人工智慧偽造拜登声音的自动语音电话, 告诉选民听留在家,将船票保存到11月大选。 这桶电话速写到联邦通讯委员会推出一项新规,禁止来路不明的AI自动电话。 密西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厅星期三22日表示, 发现全美第二宗人类感染与乳牛有关的禽流感病例。 该卫生机构表示,被感染的是一名农场工人正常接触受感染的畜生, 不过这一名患者的症状很轻微,目前已经康复。 CDC在声明中表示,这一名男子接受感染的阅牛后, 从他的避看中提出的样本呈阴性。 CDC官员表示,这个降低了病毒可能透过呼吸感染的可能性。 田立西州一名法官星期三阻止了 抹摇滚恶传旗巨星猫王互居雅院的抵押期满拍卖。 法官表示此举更符合大众的最大利益。 李一鸣的借以彼院平衡法院的法官还表示, 猫王的外宣女末利科奥如果有证据支持自己的身份, 她又可能会获胜。 科奥坚称这一场拍卖是一场骗局, 原始于一名债权人虚假主张对雅院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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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